老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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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是老虎吗 一吵就老虎了 以下是东北湖 以下是野猴 陕西安通市发生起野猪入户伤人事件 甚至还有野猪 今年下半年以来 中国野生动物超不安分 光是11月 黑龙江就有两座村庄被东北湖串门字 广西也有村落沦为野猴天堂 挖甘蔗 挖木薯 还到屋顶偷吃玉米 农民心血全被糟蹋一通 但好在野猴们没有攻击居民 不像这头野猪 陕西一名妇人被野猪攻击后 紧急送医仍然不知 这是一头野猪 本来是山友保护动物 但由于数量越来越多 且太过嚣张 终于在2023年6月的某一天 被踢出了山友动物名路 野猪猖狂到被踢出名路 除了名宅 还跑在校园里撒野 有人突发起响 用乌恶战场上的类似手段 对付他们 搬出无人机 空头 大型 铁飞镖 不过野猪动物闯进人类生活圈 恐怕跟他们的棋地被破坏 食物减少等原因有关 与其大规模猎杀 不如速留球员 改善生态 才是解决之道 夏丽新闻 刘绝宇报道 夏丽新闻